阿富汗帝国坟墙之名流传已久,历史上处于国力巅峰的大英帝国,不可一世的苏联,也曾经先后对该国出军,并且同样在死伤无数后以败酒收场。 更甚者,这两个曾经胜极一时的世界霸主大国,也是至阿汗富撤军后国力大不如前,声势渐衰甚至分崩离息,人类永远无法从历史吸取教训。 就算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霸主美国,亦难逃帝国坟墙的魔咒,近日狼狈撤军的丑态尽怒, 多年来美国靠着美元霸权,把持世界经济及金融中心,为今次事件后,有专家直言, 现在已是时候该反思美元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 1. 金砖之父 新债王齐警告美元失霸权地位 前英国财政大臣,提出金砖四国概念而文明的金砖之父奥尼尔·川普尼尔·川普尼尔,表示 塔利班在阿富汗再度掌权,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经济体。 直言我们应该思考这一胜利,是否会对美元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产生影响? 山引浩,他表示,美国一直享受着主导全球货币所带来的好处,把其用作实现外交及安全目标的工具, 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便是一例。 他俗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即将对特别提款权货币男子的组成和估值, 进行五年一度的授权审查,从某种程度上说,此举将增加人民币份额, 这将被视为是一个信号,表明世界货币体系正在发生缓慢但不可避免的变化。 无独有偶,有华尔街新债王之称的Double Line Capital创办人江拉克,Jeffrey Gundlach,也表示, 美国现行的经济模式,就像根本不在乎美元失去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一样。 他认为若情况持续,美国恐被中国超越。 江拉克在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美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将令美元在未来几年贬值。 他指,疫情大流行后,目前为止最强劲的经济体是中国,而非美国。 他引述一些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将于最快2028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他认为,中国想成为全球的参与者,希望至少在全球储备货币上占华语权,而美国债务规模疯狂增长。 亦将令美元失去其储备货币地位。 2. 塔利班管理经济能力备受考验。 塔利班重夺阿富汗政权指示军事上的结果。 掌权后如何管理经济却成为一大问题。 国际质疑他们是否具备管理现代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财能和知识。 以及如何利用该国的储备。 自2001年塔利班下台以来的20年。 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增长了近三倍之多。 不过,这个数值也不过是220亿美元,约1716亿港元。 近几年在外国援助的支撑下,经济仍不稳定。 世界银行估算,阿富汗政府预算四分之三来自国际援助。 而且由美国牵头,原本操持经济的阿富汗官僚,不少受过西方教育。 预计他们紧少数人仍愿意留在该国。 对于塔利班来说,现时最紧逼的经济挑战是政府各部门缺乏专门的人才。 事关阿富汗央行长Edmar Amadie一见原政府大势已去变率先着草。 除了具经验的官员之外,离开阿富汗的还有国际捐助者及投资者。 大多数美国和欧洲企业如果要与塔利班做生意, 将面对国内的强烈反对声音。 目前,华府冻结了阿富汗央行规模为95亿美元的资产。 并停止向阿国运送美元现抄, 而欧洲各国政府已暂停对该国的发展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也切断了阿富汗的特别提款权,SDR。 旧有的捐助者或投资者都不愿意信任塔利班。 接种而来的, 很可能是更大力度的经济制裁, 而非新的投资者, 出途的央行前行长Edmar Amadie称, 美国联储局持有阿富汗70亿美元的储备。 其中12亿美元为黄金。 其余都存放在海外账户, 包括位于瑞士巴塞尔、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 BIS。 塔利班未必能取得。 3. 任泽平, 内地最大泡沫是房地产恐引爆中息次案危机。 国际形势固然值得担忧, 但中国也同样面临内忧, 即楼市资产泡沫。 内地著名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 中国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将逐步加大, 而房地产可能成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拖累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 他称, 现在中国就剩一个最大的泡沫, 叫房地产, 也好称最坚硬的泡沫。 未来中国调控房地产, 要注意让房地产软着陆, 不要让他硬着陆, 因为那是不可承受之重。 往往使经济伤筋动骨, 而十次危机九次熟地产, 房地产要出问题, 一定是大问题。 此外, 他强调, 房地产是经济周期之母,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其作对比。 在中国, 国民经济第一大支柱一定是房地产, 房地产带动的相关投资, 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三分之一以上。 在人民财富中, 股, 房, 债市加起来, 房地产大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在金融上, 银行对房地产领域的方态, 占整体银行贷款比重超过三分之一。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贡献很大, 避免硬着陆至关重要。 如果中国当局扩大房地产调控措施, 使房地产快速硬着陆, 任认为将导致泡沫爆破, 银行风险大面积暴露, 很多买房的人负资产, 土地财政坍塌, 上下游的家电企业, 建筑建材企业也大批倒闭, 而银行对房地产的保险非常大。 相关准备金根本理赔不起, 有关风险如处理不好。 恐章引爆中国版次案危机。 4. 巴菲特指标预警, 美股严重高股恐章嵺市。 虽然美国股市仍在高位徘徊, 但见顶信号已频频响警。 被股神巴菲特预为可能是 行量特定时间股市股值的最佳指标显示。 美股已被严重高股, 可能即将嵺市。 上述指标被投资界称为巴菲特指标。 计算方式是将美股市值总和除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当比率少于50%代表股市被严重低估。 介乎于70%至80%之间代表应投入股市。 高于100%即是时候减少风险。 而近期巴菲特指标已飙升至205%。 远高于2020年第二季的187%。 巴菲特曾称, 当巴菲特指标在网络泡沫时期标至新高时, 就是即将嵺市的强烈警告信号。 全球金融危机时, 该指标也一路攀升, 使其成为预测股市下跌的有效工具。 值得留意的是, 该指标在这两次农市都没有超过150%。 5.股民看露了, 美银只下半年金融市场出现危险征兆。 外媒引述美银分析师指, 多个市场出现危险征兆。 债券正在反弹, 让下半年风险资产蒙上一层阴影。 美银首席全球固定收益。 货币和大宗商品技术分析师Paul Sianna表示, 美国国债期货相对罗数2000指数的比率在3月刷新空前低点, 之后持续走高, 过去每当该比率足底, 之后债市的表现都优于罗数2000。 这个信号出现, 可能代表市场下半年的风险为口受到打压。 此外, 市场在通胀交易情绪动摇正对小型股造成压力。 大宗商品市场的也出现类似情形。 过去几个月同和原油表现不佳。 另一方面, Sianna表示, 美元的表现优于罗数2000。 同和原油, 2014年与2018年美元对罗数2000出现W底时。 美元后来的表现都非常优异。 Sianna又指, 这样的跨资产难题将为今年下半年风险资产蒙上一层阴影。 债券相对罗数2000比率上升, 代表资金潮安全资产或债平衡趋势转向。 华尔街普遍预期年底债券资息率会上升, 避险资金流动中的不确定性使债券涨势受限。 10年期美债资息率周二, 24日, 小幅走高至1.29%左右, 保持在上个月的波动区间内。 此外, 尽管美股持续走高, 但该行发现, 融资余额已经由风值减少。 这可能是美股即将走弱的信号。 美银指出, 投资者最近一直在降低保险。 其中一个指标是融资余额。 据美国金融监管局Finner公布数据, 融资余额由6月份创纪录的8820亿美元下降到7月份的8440亿美元。 降幅4%。 与此同时, 7月份股市上涨2.3%。 创下历史新高。 6. 疫情拖累, 全球企业第三季盈利恐案跪跌8%。 Gelta变种病毒冲击全球供应链。 各地缺供及缺料问题不断。 防疫限制亦间接提高劳动成本。 据金融机构Refinitif数据预测。 全球企业第三季整体平均盈利预测将按贵减少8%。 降至6782亿美元, 约5.29万亿港元。 为18个月以来首度下滑, 净利率将从第二季的11.43%。 降至第三季的10.66%。 外媒报道, 中国7月底爆发新一波疫情。 加上洪水灾情, 大幅削弱当地生产和零售销售增长。 至于美国8月份的商业活动也已经连续三个月放缓。 欧洲方面, 企业第三季获利预测将减少10.3%。 亚洲企业则下滑9.6%。 其中不动产业本季获利预料将下降22.2%。 金融业减少18.8%。 非消费必须品产业获利将缩减16.2%。 7. 重建中资股仓位女股神伍德, 长远对中国乐观。 外地监管政策引发中资股大跌。 有科技女股神之称的Outinvestment创办人伍德, Cassie Wood, 近日在管理其基金时却弹出弹入。 先是大手减持中概股。 其后又重新建仓。 他最近表示, 长远而言, 对中国的看法其实是乐观多于悲观。 并认为是中国一个非常具有创业精神的社会。 他称, 虽然中国政府正推出更多规则及监管措施, 但他认为中国根本不会想停止增长与进步。 为相对而言, 他对美国及其他经济体更为乐观。 他指出, 中国越是封闭, 在人工智能、AI等领域的竞争力就越弱。 至于他旗下基金公司Outinvestment, 正对中国公司进行区分。 观察哪些公司投政府所好。 8. 牛津经济学家, 许多中概股股值不会回复原来水平。 虽然女股神对中概股突然转体看好, 但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经济学家马格纳斯看法不同。 认为中国政府值监管打击而巩固势力。 马格纳斯称, 中国政府为控制科技企业及企业家, 不顾他们是中国经济动能的事实。 他认为, 资本在中国都已政治化。 市场一般认为的增长型股票及公司, 都不应被作为增长型股票交易。 他俗称, 2月份以来, 许多中国股票的股值暴跌是永久性的, 包括许多科技股在内。 他不认为股值会回到原来水平。 9. 欧洲火车头不多店, 为何德国企业高管看淡前景? 外媒报道, 疫情加上供应链, 导致德国企业信心指数连续两个月下滑。 许多高管都看死德国未来六个月前景。 德国当地酒店及旅游业更是令人忧心忡忡。 德国经济研究机构IFO根据9000家德企的反馈。 于周三, 25日报告指, 因疫情影响以及供应链问题, 导致德国的企业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IFO指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企业信心指数 由7月的100.7降至8月的99.4。 IFO表示, 酒店及旅游业的未来让人忧心, 制造业的供应链问题以及确诊人数上升也令经济复甦被感压力。 10. 疫下全球经济损失2.3万亿美元多由新兴国承担。 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EIU发表的研究显示, 新冠疫苗接种速度缓慢。 全球经济损失达2.3万亿美元。 以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首当其冲。 外电引述研究发现, 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疫苗施打率大幅落后教富与国家。 经济损失冲击最大, 研究估算, 2022年中以前疫苗覆盖率未达6成的国家。 2022-2025年期间将承受相当于2.3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EIU表示, 其中三分之二将由新兴国家承担, 让其经济要更久才能追上开发程度较高的国家。 EIU同时警告, 疫苗施打持制恐星高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 推升社会动荡风险。 根据EIU的研究, 在绝对直上, 亚太地区的冲击最甚, 承受近四分之三损失,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来看。 侧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损失最严重。 研究显示, 截至本月底前, 收入较高国家约6成人口以施打至少一剂疫苗。 收入较低国家紧约1%。